我们接着来说 那么应该咱们这个 node还有这个s1是不是都应该是装好了呀 然后注意啊 我看有同学都已经学串了 我们让你配这个setting配这个nodejs的时候 我们说了这个其实 一般情况下它会自动配置 你说你自己不配 它默认会找到这个路径 对吧 所以这东西其实你不配也行啊 如果没找到你才需要干嘛呀 配置啊不是 然后看见了同学就干嘛了 直接把这个配到这个s1的路径 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 这东西到底在配什么啊 那配什么是配node的环境 node跟s1有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啊 可别整到这个s1的路径 这块一定要给它全开了 然后上午我再跟你们说这个下载代 这个什么呀 这个导入项目的时候 没有跟你们说更新代码是吧 这是怎么更新吗 就是我写完了我提交了 你是不是要往下往下拽呀 怎么拽呀 啊 你在这个是commit 那这个叫什么呀 叫update啊 更新代码 所以我只要代码一提交 你点这个update 它会自动干嘛呀 就拽下来了啊 就拽下来了 或者你在这右键选中 是不是有一个subversion啊 这一选有commit有update 是不是都有啊 这个我不说应该自己也能大概 能找到是吧 哎能找到啊 所以这块就再去看一下啊 就看一下 好 然后呢 在这儿我们来写一下 还是说一个问题 那现在我们在这儿已经可以写这个接代码了 直接来一个这个cancel 点一个loglog一个这个hello一个node 然后写完了以后我直接右键点击rns 是不是就已经可以运行了呀 哎可以运行了 那这块假如说我们这 现在我想干嘛呢 那注意刚才我们写这些代码都是包括什么呀 包括node 包括这个 包括我们这个浏览器里都有的这些代码 所以在这儿我们会发现 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提示啊 但是我们想想 如果我想写一些node里边的代码呢 比如说我们node里边有一个函数 叫做一个require require 你看我都写到这儿了 有没有提示 没有一行的提示 那这是不是体验不好啊 那我希望什么呀 我希望我在写代码的时候 你可以给我给我一些 最基本的一个提示 那你现在函数是不是都没有提示了 那这块怎么办 看着了 还是回到我们这个siting这 在这个什么呀 哎 node这 现在这有一什么 有一个叫做nodegs code library is not enable 什么意思 就是说nodegs核心library cool 图书馆的意思啊 nodegs核心酷没有干嘛呀 没有启用 哎我干嘛呢 我点一下这enable边什么呀 启用 点完了以后 这变成两个选项 一个叫做什么disable 就什么use scope 不管他了 那你出来这两个表什么 表示这个酷已经启用了 那启用完了以后 其实这是什么呀 coding assistance叫什么呀 代码助理 其实就说代码 提示啊 提示 那这块 然后点击OK 我再写require 看见了吗 这位是不是就有提示了 哎有提示了 在这我们就可以直接来 来用啊 所以这块要注意 我们要点一下那个 你要如果希望有提示 你就点一下 你说老师我就不喜欢提示 我就喜欢自己写 那你就不用点了 对吧 哎自己决定啊 好 那回头来 我还是把这个hello写上cancel log点 一个这个hello一个node 然后在这你只要一运行 他能出来代码 就证明已经配置成功了 其实他是怎么运行的呀 他的运行指令上边也给你写出来了 你看他是不是也是调的node点 ese啊 然后往下走一直找的谁啊 是不是找的hellonode点 gs啊 只不过他这写的是一个完整路径 看懂了吗 但是其实跟我们在控制台里 在我们这个命令行里运行是一样的 只是他把这个运行结构的窗口 从什么呢 从外边拿到什么呀 拿到了我们这个webstorm里边啊 里边好 那然后我们接着来说 进入到我们node.js的下一个内容 我们叫什么呢 叫做一个node叫做一个common.js 一个规范这么一个东西 我这说话你们后边听着有那个 扑扑的声音吗 没有是吧 没有OK啊 那这个common.js规范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这块我们要说一下我们 ECMAsq的标准的一个什么呀 缺陷 那我们gs用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来说说他有什么缺陷 有什么缺陷 第一个我们叫没有模块系统 先说什么叫模块系统 什么叫模块系统 那有模块系统的话 我们这里边就要谈到一个词 叫做一个模块化 来我这创建一个新的加轮件 叫做MODULE 叫做一个module 我们叫做一个模块啊 什么叫做一个模块化 这块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概念 这三个字啊 把这头打出来叫做一个模块化 什么叫模块化 能理解这个概念吗 就是一说出来能大概有点感觉吗 模块化这个东西 模块化什么叫模块化 模块化简单来说 我们说就是把我们这个程序干嘛呀 本来是一个完整的程序 我给他干嘛呢 我给他分成一个一个小的程序 把它分成一个一个小的程序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 这样有什么好处 哎那我们先说 比如说我都要写功能 比如说以后我们工作了 我们要开发 我要在页面里写点这个接代码 我有两种方式 一种干嘛呢 我把我所有的接代码 比如说整个项目里有10万行 GX代码干嘛呢 我统一写到一个文件 这是一种选择 对吗 还有一种选择 我把这10万行GX代码 按照功能分 分分分分分 分成20个文件 来写 那你说这两种方式 哪种方式好 第二种为什么 是不是降低了我们程序之间的一个 偶合性啊 哎那第一种我们叫什么呀 就没有模糊化 而第二种我们说什么呀 有模糊化 那它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 除了降低有核性 还有什么好处 哎 方便我们的代码复用 什么意思 那我们想想 哎 应该你们应该小时候应该也玩过那种游戏机 玩过吗 最早的时候玩那种什么游戏机 那个俄罗斯方块 贪神蛇 那个这么大的游戏机是吧 然后你可以玩那个游戏 但是那个游戏机有一个特点 一个游戏机里边只有什么呀 可能只有一个游戏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游戏机 假设就是一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 我是不是只能玩 俄罗斯方块啊 假设过两天我想换游戏了 我想玩这个贪神蛇了 那怎么办啊 你得把游戏机卖了 然后再买一个什么呀 新的游戏机 对吧 哎 这么一个 那我那种劳缓的游戏机 我的游戏和我的游戏机就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偶合的 有没有分这个模块化 没有分这个模块 那后来我们进步了 出现什么了 那个红白机是吧 小霸王这天堂那一系列的 那个干嘛呀 是不是可以查卡呀 哎 卡卡我想玩混读罗 我卡卡混读罗 我想玩超级马力 我卡卡卡超级马力 想玩哪个是不是就玩哪个呀 我想换游戏了 我用没有换游戏啊 不用 是不是直接换这个卡就行了 其实这个卡就相当于是什么 就相当于是一个模块 能练习什么 我们开发项目也是一样 那好 假如说我一个公司 不采用模块化的方式去开发项目 哎 那我开发第一个项目的时候干嘛呢 我把这一堆代码全都写一块的 我全都写一块的 我写的时候老痛的老嗨的是吧 写完了一看这文件 哇塞写了这么多是吧 很痛快 很痛快 很爽 但是第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把一堆代码都写到一块 肯定不方便你去 维护 对吧 不方便你去维护 但是作为公司老板来讲 方不方便维护 其实我不太关系 为什么呀 因为也不是我维护 对吧 下边重许员去维护 你爱方不方便 反正你自己想你自己用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公司又想做第二个项目了 第二个项目了 好 那我第二个项目 你说我两个项目是完全不一样吗 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 一般项目 其实这个相似度是很高的 那可能在我第二个项目里 他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情况和什么呢 和第一个项目是一样的 所以呢 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六七十代码 我完全可以使用什么呀 第一个项目的 能听到这个意思吗 但是问题来了 您那第一个项目干嘛了 全都写一块了 你要想用那百分之六十七十 你得先把那百分之六十七十 从这里边给他挑出来 那可能一合计 挑那工夫呢 还没有我写的那个写的快呢 还没有我写的快呢 对吧 那所以这还能不能复用啊 不能复用 所以注意 没有模块化的这个代码 都是不能复用的 那换一种方式 又一个公司了 这公司呢 开发比较讲究 他做第一个项目就开始使用模块化 干嘛呢 把我一个完整的项目分成一个一个模块 比如说我有个什么呀 有个这个 哎 有一个这个全线管理的一个模块 专门管理什么呀 用户的全线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 我还有一个CMS 我的什么呀 内容管理 专门管理我网友的什么呀 内容的 然后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用户管理专门管理什么呢 我的用户的 可能还有什么呀 还有审批系统啊 什么知识管理系统啊 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我把我一个大的项目分成了一个一个小的模块 然后由这些小的模块是不是整合成一个大项目 能这意思吧 哎 那然后注意了 我问你 是我这种开发效率慢 还是我开发效率高 还是我那个写一堆的开发效率高 一定注意 一定是这种效率低 看写一堆那个效率高 为什么呀 我不用分 我想怎么写 我是怎么写啊 那样开发效率会高一点 而这种开发效率会低一点 实际上会低一点 因为你还要分着去写这个模块 但是他有什么好处 哎 过了两个月 我们发现干嘛呀 又要做一个新项目 这新项目里边呢 有这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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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模块 然后剩下的两个模块呢 不太一样 那我可以干嘛 我把一二三四四个模块全都拿过来 然后我再为这个项目 我还用不用写这一二三四了 我只需要开发那个不一样那个 是不是就OK OK了 爱就OK了 那我们想想 他是不是降低了我们开发成本啊 而这个是一个领导 一个老板 他做干嘛呀 所希望的 所以我们以前在公司工作 我们做项目是怎么做的 公司的项目都是分成分成一个一个模块的 好你给A公司做个项目 给B公司做个项目 给C公司的项目 用不用说我完全退导同意来 不用 我给B公司做项目一看啊 他需要这功能 咱们有限值的 需要这功能有限值的 需要这功能有限值的 咔咔往里一引 然后哪些不限值的 我再去干嘛呀 开发就行了 那这样开发起来 效率是不是非常的 非常高啊 哎 非常高 所以模块化 我们在第一次写的时候 是相对来说有点笨的 但是用的越多 你会发现这东西干嘛呀 越好 就像我们的电脑一样 电脑是不是模块化的 你们想想 哎 我们电脑有一块什么呀 主板 我想插CPU 往里边插个CPU 想插内存 我就插个内存 想插显卡 我插个显卡 那我是不是想插什么 我就插什么呀 那我的就不像我们那种笔记本 那种超级本 我的CPU啊 我的内存啊 我的显卡 都是在主板上干嘛的呀 汗死的 我拿不下来 那这样 我更新成本就是非常高啊 你要么电脑就全换 对吧 要么你就你就忍着 哎 而模块化代表你好处干嘛呀 方便我们一个什么呀 升级 啊 方便我们这东西一个 负用 哎 那好 那我们说了 我们GS里有没有模块化 严格来讲 我们GS里边是没有模块化系统的 没有模块系统 但是有没有模块化 有没有 哎 举个例子 函数 举个例子 谁 比如说我们的GQuery GQuery 那我想了 我觉得我原生道路用起来不方便 那我是不是想增强一下功能吗 那怎么办 我是不是可以采用这个GQuery呀 那我怎么用GQuery 哎 我是不是引入一个GQuery那个GS文件呀 那这个东西就属于什么 模块化 包括我GQuery相关的一些酷 我说都可以引入啊 那这个就属于模块化 但是这并不属于模块化系统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模块化用起来是很不方便 为什么不方便 咱们说 如果我仅仅用一个GQuery还好说 那我们都知道 假如说我们这个模块化系统 我们GQuery是不是还有这个GQuery的这个插件啊 哎 GQuery插件我们都知道 它是依赖于GQuery的 那好 我问你 我要先引入GQuery插件 再引入GQuery 会什么问题 这插件能不能用 哎 就不能用了 它是不是有一个顺序问题啊 那这一块我们原生这种模块化 就带来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我引入多个模块 其实对我们来说 一个GS文件是不是就是一个模块啊 如果我引入了多个模块 那这多个模块 它有一个顺序 必须得是什么呢 必须得是12345的这个顺序 那假如我把5放上面去了 会导致什么结果 可能我这堆模块一个都用不了 能得见吗 或者把1给它放到下边了 由于顺序做了 是不是一个都用不了啊 所以这种模块化是很不方便的 也很什么呀 也很麻烦 能得见吗 我们原生这种不好维护 所以注意我们GS里 它是没有这种模块化系统的 没有设计好的这个模块系统 但是是说的我们ES5啊 ES6有了 那我们现在以ES5来说的啊 第二个叫做标准库缴少 什么叫标准库缴少 酷什么是酷知道吧 解块是不是就是酷啊 解块就是酷 但是这些酷它不算是标准酷 为什么 因为那个酷是不是都是我们程序员 我们开源社区自主开发的呀 它并不是有我们这个什么呀 W3C啊或者是道路标准这些给我们提供的 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找这些酷 我们得干嘛 我们是不是得自己搜去 自己搜去啊 所以注意没有标准库缴少啊 标准库缴少 然后没有标准的这个接口 关于接口这个东西 现在对我们来说其实不太好理解 然后往后讲 我们再去说这个接口事 那接口其实跟这个标准库呢 基本上是什么呀 是一个概念类似的 然后我们往后再去说它 然后最后一个叫什么呀 缺乏管理系统 其实我觉得最迫切的问题 倒是这个 管理系统 什么叫管理系统 好 那现在我想用解块 我要下 去想下 哎 我得去 解块 对吧 然后我又有什么呢 我又有一个爱的硅谷 块 那要得去什么 我是不是得去爱的硅谷 块 我还有什么呀 我还有乱七八糟的快乐 我又干嘛 哎我得去乱七八糟的快乐 官网 就是我要下什么 我是不是得去哪个官网去找啊 那我们想想 麻烦不麻烦 麻烦 而且我要找想找解块的插件 那你想想好不好找 好不好找 是不是也不好找啊 你们都找我解块插件 你会发现你压根就不知道解块插件在哪 你都不知道去哪找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什么 那我想想我们电脑里边我们要下载软件怎么办 怎么办 哎是不是360安全卫视有一个软件管家呀 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怕他给你绑定的话是吧 打开软件管家一搜什么搜着想搜什么就搜什么呀 包括评价包括一系列是不是都有啊 哎都有但是偏巧了我们现在原生GS里就干嘛 就没有这么一个东西 哎我希望什么呀 有一个管理系统我想下载什么模块 我到底一搜就拿过来 然后引入我项目干嘛呀 我就直接 使用我们都希望这么一个场景对吧 哎这也是他天生的一个缺陷啊 缺陷好那这也是我们说ES标准的一些缺陷 所以这一块我们就提出了什么呢 叫做一个模块换哎 如果程序设计的模块达到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 则必须进行什么呀 模块化 必须进行模块化 也就是说我要把一个大的项目给拆分成一个什么呀 小的方便我们去管理 那所以为了给我们GS添加这个模块化 那这个东西注意 这个问题在我们前端开发在网页开发的时候体现的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说白了我们前端开发我们将近将近就完了也就完事了 因为系统规模没有那么大 但是当把我们GS迁移到服务器了你要知道服务器的代码规模是什么呀 是很大的 如果还要以那种模式去管理的话 我们服务器的代码会干嘛呀 极难维护 极难维护 所以到了nodeGS这我们不得不去解决什么呢 模式化的问题 所以有人就提出了我们叫什么呀 叫做commonGS规范 commonGS规范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弥补当前JavaScript的没有模式化标准的缺陷 那然后呢commonGS规范为GS指定了一个美好的愿景 他希望什么呢 希望GS能够在任何地方运行 那以前我们可能会想我GS要运行顶多顶多在浏览器里运行对吧 实际上现在PC端里边的一些工具都是用什么呀 很多都是用GS写的 甚至我以后说不定也就可以用GS来写一些什么呀 图形化 这边没准哪一天你就看到有人用什么呀 用GS写了个office 这都是说不准的 这都说不准的 那这一块我们说了commonGS对模块的定义 十分简单 它对模块的定义就这么三个东西 一个叫做模块的引用 一个叫模块的定义 还有一个叫做模块标识 就是这么三个部分 那我们来看看 先来看我们第一个部分 我们先来看看那到底什么是模块 到底是什么是模块 什么是模块 cancel.log 哎 我是一个模块 我这写上它吧 然后那它就是什么了 就是一个 模块 看到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要定义一个模块 非常简单 那所谓的定义模块其实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创建一个GS文件啊 哎 解决文件 那你说了那模块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那你说我要就一个文件 那你谈不上什么模块 对吧 假如说我在这还有一个解决文件 我来什么呢 我来一个03 我们叫做一个modulemodule.js 我这是不是又创建了一个文件啊 那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模块啊 那假如说什么呢 我想在03module里边 我来引入谁呢 02 也就是说我要引入什么呢 引入其他的模块 我要怎么引 那之前我们网页的时候怎么引的 square的标签对吧 我写个square的标签 来个src 是不是就引入了 那在node里你可不能写标签了 对吧 你写了它也不认识 那怎么办 哎 我们注意了 我们来说一下 在我们这个node中 我们什么呢 哎 我们通过我们这个requre require 这个函数来引入我们这个外部的模块啊 通过requre函数来引入外部的模块 所以我这块要想引入02module.js 怎么引入 直接requre require来引入 但是这块有个问题了 我这是引入模块 差什么了 哎 你得告诉他你要引哪个模块吧 哎 哪个模块 所以这里边我们需要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路径啊 写个路径 那注意requre require中可以什么呢 可以传递 哎 一个文件的路径 作为什么呢 作为这个参数 那么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node 哎 哎 将会自动根据该路径来引入我们这个外部模块 那注意了我们这个路径哎 如果注意这里路径如果使用我们这个相对路径必须以这个什么呢 点或点点开球所以注意这是需要的是一个路径那根据我们之前的习惯我要引入02module.js 我写相对路径是不是写一个这就行了啊 但注意在我们node这么写不行 但我们会说为什么不行不行啊 这个相对路径你必须得一点或点点开头或者写什么呀 第二斜盖 或者写什么呀 点点斜盖都行哎但是我们这点点就不对了对吧 我得写什么呀一个点那这表什么意思 哎 去当前目录下去找这个02module.js路径对吗 没问题吧哎 没问题 虽然这两个写你不写它意思是一样但是这不行不合遇啊 必须得点开头或者点点开头啊 好那这写完了那我怎么就知道这个模块确实引入成功了 我怎么知道确实引入成功了 那注意了 我在这个02module.js里面是不是执行了这么一行代码啊 哎 那如果说我引入完了以后如果真引入了那这行代码是不是应该执行了 来我改一下啊 我改一下我这写一个哎 我是mo02module.js 来那我来看注意啊我不执行02我执行谁0303我没写看错到好吧 来看着啊直接运行走 准备执行执行了哎执行说明什么哎说明这个模块02module.js已经被我成功引到什么呀 03你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在一个网页里引入了什么呀 几块一样几块一样但是注意我们这引入全都有什么全都用 require啊全都require哎那同学说了老师我觉得你这好像没啥用 没啥没用呢 因为你这好像就把02module.js给他 执行了一下对吧执行了一下那我这样我这02里边有变量 Y一个X等于10然后这Y一个Y等于20我这两个变量一个是X一个是Y那我不你要引入模块你是应该这个两个变量也能 能被你引入啊好那我问你了我这XY在这能看见吗能不能看见能不能看见能不能看见直接运行走你肯定 报错叫什么X is not defined能不能看见不能看见啊那我那你这模块引入没有任何意义能理解吗这就相当于什么我引入我解quire 对导饭不是用量 那你说白饮啊白饮那怎么办注意了 我们使用reqre require引入模块以后 reqre引入模块以后什么呢这个该函数 哎会什么呢会返回一个对象那这个对象什么呢这个对象代表的是 什么呢我们引入的这个模块所以注意我这直接来个变量骂一个MD随便写一个啊 model啊model那这个东西是谁这个是不是reqre这个函数的返回值啊 他返回的是谁就是我们引入的这个模块那这个玩意他的返回值就代表的是这个什么呀 模块所以他的作用就相当于我解块里面那个核心那个哎核心交付或者那个解块是一样的 所以注意我们要想用这个模块里的东西都得用什么都得用这MD 但是你说我换个名行不行行但是呢你必须得用它去使用 所以这个东西它的返回值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我引入的这个模块啊模块那我们来看看吧 这模块有啥呀我来看看那我想还我还是惦记着我那X呢那我直接来一个MD点X 这一保存然后运行走你哎呦没包错 你犯的你犯的这没有X有没有弄过来啊没有弄过来我这XY我这定义了吧 但是怎么没过来啊来我看看这MD有啥东西啊有啥东西我这一保存咱们来运行走你 哎呦这哥们一清二白是吧里边啥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呀 哎注意啊这也是我们模块化的一个特点注意啊在我们这个node中 node中每一个GS文件中的这个GS代码哎注意了我这一看我问你咱们直观上一看我这GS代码都是写的 在哪的是不是像写到全局作用预理的像不像啊哎就像写到全作用预理的按道理来说是不是应该在哪都可以访问啊但是注意他其实是不是不是啊不是所以注意在node中每一个GS文件中 既然代码都是干嘛呢都是独立运行在一个函数中 一定注意啊现在你就想象着你不要看他是在全局里他实际上外边包了一层函数而这堆代码是在函数里去 执行的啊就相当于是一个什么样这是一个自调用的函数而这堆代码是在函数里执行的那问你他在全局里能看到吗 看不到啊一定注意我先给他去啊这是想象中的啊他是存在的这个函数啊在函数中哎都是运行在独立运行在一个函数中而什么呢 而不是全局作用预理啊而不是全局作用预理所以一个模块中的这个变量和什么呢和函数在其他模块中无法访问说白了我每个模块和每个模块之间他都是一个 币包他都是独立的别的模块干嘛呀看不见我这个模块能列的意思吗但是问题又来了什么问题那这模块还有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为什么没有意义了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呢咱俩咱俩没得聊了对吧所以有一大部分情况下有一些东西 我是不希望外部看你的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这XY我是不是想让外部模块访问到啊那怎么办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得把这东西给他干嘛呀给他暴露出去啊哎给他暴露出去啊所以注意每个模块对于别的模块来说都是封闭的那我要想帮我暴露内容怎么办呢那这里边我们来说这块啊在module.ds来说干嘛呢我要向外部 暴露暴露什么的暴露什么呢暴露什么呢暴露什么呢属性或方法怎么暴露在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属性叫做什么呢哎我们这来说 有一个变量哎呦在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什么呢叫做expost st叫做expose来向我们这个外部暴露我们这个什么暴露变量和这个方法那我们怎么样暴露先说这expose是什么玩意儿expose其实就是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变量暂时你就把它当成全球变量啊它是一个expose 那我怎么暴露那我怎么暴露我们可以什么呢哎只需要将需要暴露给这个外部的这个属性或方便变量 或什么呢或方法设置为我们这个expose的什么样的这个属性即可哎属性即可那比如说我想向外部暴露一个变量变量谁呢 x那我就expose.x等于我是哎叫什么呢哎02.1modulemodule.gs中的这个x我这写一个啊那现在注意了我被x还是不是挖出来的呀不是他是不是现在是expose的属性啊那这回我再看在这能不能看到x哎 看着直接运行来走你 有没有是不是就有了呀哎那我们说了我要想暴露外呢哎 xpose.y等于这写一个哎 m y就我是外了哎 然后这一保存咱们再看啊直接运行走你 说外有了哎那你说我还想暴露个函数怎么办呀 直接再接着写xpose.一个这个fn等于一个function等于function我还是我是空函数了啊我们直接运行直接走你一看fn是不是也有了呀所以你发现xpose作用吗 xpose本身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导出啊就导出说白了你想把谁给外边看干嘛呀 你就expose 点谁就ok了能不能意思吗哎那同学会说了老师我觉得这有点麻烦呀你说我就直接挖个x你让他看见不就完了吗你说我直接挖完了以后他能看见这东西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哎 哎我们再写自己孩子都说了我们我们用我们要不要总是往全局里写东西啊不一样因为那样会污染全局作用对吧污染全局的一个命名空间所以这个方式就是避免我们污染全局的什么呀命名空间所以这里边怎么写如果你希望暴露的东西就得xpose点给他导出去如果你不希望暴露在这直接写你写什么外边干嘛啊都看不见啊都看不见啊都看不见所以 这块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模块哎回顾一下啊我们要定义一个模块其实说白了就是创建一个什么呀gs文件啊接的文件然后在这个文件里边你该写你的逻辑你就写你的逻辑总之你在这里边定的变量或者函数默认情况下外部能看见吗看不见啊外部是看不见的那你如果你希望外部看见你干嘛通过xpose把这东西干嘛啊导出把这东西暴露出去这样 这样这样外部才能看见如果你要引入一个模块我们得用什么哎我们得用一个require啊我们通过require来引入我们这个模块require里边写的是什么哎是我们这个模块的路径其实点gs可以省略点gs可以省略我们运行效果是一样啊点gs可以省略 这里边要写的是一个路径是一点或点点开头的一个相对路径但绝对路径也可以但是一般我们都是相对路径然后他会返回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谁这个对象是谁这就是我导入的这个模块啊就是我导入的这个模块啊好那这个是我们说的一个模块化 然后通过这个对象我们就给访问那个模块里边那些属性或者是放网了啊放网了好模块化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啊刚才我们主要说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模块引用还有一个是模块的一个定义模块引用就是require定义就是靠那个文件然后用那个isos往外导出就是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模块的一个标识 我们待会儿说它那现在我需要你干嘛呀你要能给我创建出这种简单的模块来那咱们留一个这个小的练习在这我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叫做一个mass咱们就叫一个mass.gs那这块我来写要求干嘛呢我要定义一个模块叫什么呢叫mass啊叫mass要求什么呢要求在该模块中哎要提供什么呢提供这个 提供这个两个方法提供两个方法一个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叫做一个这个ide一个a多号一个b叫什么呀加吧求ab两个数的什么呀和啊求两个数的和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我们叫做一个不叫ide了我们叫做一个什么呢叫做一个这个mgol也是一个a和一个b这叫什么呢哎叫做求我们这个两个数的一个d 啊求我们这个两个数的这个d成绩的啊成绩的而且注意我要干嘛呀你谁想求和或者求这个d我指向干嘛引入mass模块就行能理解的意思吗简单吧哎来自己尝试去写一下我们先评一下